一身亮片马甲装经验全场 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 我的时代全球巡回 不管到哪一国 只要门票一开卖就被扭杀 亚洲行程排定2月日本 3月新加坡 有没有可能也排进台湾场 成为台北大巨蛋启用后 第一场国际级演唱会 台北市副市长这么说 1月8号他们会来开会 那原则上有没有可能 在这一次到亚洲 这个巡回演唱的时候 再加入这个台湾 到大巨蛋来演唱 先争取到恰伤机会 李四川透露 泰勒斯在2月7日到2月10日 在日本巨蛋登台 表定3月2号再飞到新加坡体育馆 一连开唱8天 而中间的空档落在 2月10号到3月2号 是他最有可能来台的时间点 不过李四川也坦诚 由于世间剩下一个多月 在筹备上确实很赶 在中间因为这一种演唱会 绝对都是在很早的时候 应该都必须要 只有早就有安排 那要加入大概是有一些困难 泰勒斯全球巡回演出 2024年已经选定的地点 包括东京大巨蛋 新加坡国家体育场 观众席达到5万5千人次 体育场馆同时具有 世界最大跨度的充顶 兼具美丽实用性 至于澳洲亚高体育场 座位数也超过8万个 台北大巨蛋最大问题在于 场外富地小 恐怕无法容纳超过5万人 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 我的时代演唱会 从2023年3月17日开跑 一路到2024年8月17日 整整一年半时间 迄今程度堪比一场奥运 还因此出现了 泰勒斯经济的新词汇 尽管来不来台湾还没答案 光是传出有恰伤机会 就已经让歌迷万分期待 季球牛妹 蔡玉如采访报道